大年除了下午 太阳烙烈 天气超好 爸爸妈妈带着孩子 来到儿童新乐园 走春放风 今天天气很好 很适合出来玩 赶快带小朋友出来晒晒太阳 明天清晨的时候还是比较冷 那之后的话 白天的温度会逐日的回升 冷空气慢慢远离 不过日月温差还是很大 11号清晨平地最低温 落在苗栗县大河侧站3.7度 台南以北宜兰8到11度 其他地区也只有14 15度 白天气温回升 北部几亿花回到17到19度 西半部达到20到25度 天气忽冷忽热 更影响疫情 春节前的大概一个月 大家就有感觉到 这个新冠的个案是一直在增加 重症的情形的的确是有在增加 是因为我们这个过年期间 还有民众对于这个防疫态度的改变 熊昌记重症医师苏一峰市井 过年期间新冠肺炎 造成很多重症大白肺 甚至占了内科急诊2到3成 就怕过年团聚病毒再扩散 医师黄立民也建议身体不适 还是先快筛 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 另外如果是小朋友不舒服 过年看病不容易 爸妈更要加倍注意 而科医师提醒三个月 以下宝宝发烧 或是小朋友发烧三天 退烧又也没效 甚至已经退烧了 但活动力不好 小朋友是严重疾病的可能性高 不建议自行观察 可以送急诊 甚至如果意识不清 呼吸急促 呼吸困难 更不能拖时间 坐着也会喘 那就表示你呼吸 已经有问题了 可能呼吸衰竭 小孩子跟平常不一样 另外还有小朋友突发癫痫 如果以前没病史 或是抽筋的形态 和遗忘差很多 身体脱水 哭没有眼泪 小病次数少 或是出现严重外伤 急性过敏 或严重腹痛 也都建议先挂急卷 保命最要紧 这两节网易提 特别报道